你怎么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要想个办法 这个鱼之心 就是一个恶烫手的山芸 寻谱方更是不讲道理 要不 把他放了 你不要命了 老爷 您该用餐了 就知道吃 关上去 是是是 总不能这样下去啊 总不能这样下去啊 要不 我们把那鱼之心 神不知鬼不觉的 一了百了 我们告诉日本人 他是自杀的 这倒也是个办法 先别着急 实在不行 就这么办 莫林 你 最近 上海滩有什么新消息啊 最近也没什么大事 对了 前几天 鸿口补房的余探长 突然失踪了 余志心 我知道这个人 是个唯利是图的家伙 是啊 但是 这个人的背后 是鸿口补房 咱们不可消失 他是怎么失踪的 我记得他可是跟手枪队有仇啊 不太清楚 不过跟手枪队 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你有其他的怀疑对象 最近我们查到 顾承县从日本人手里 接收了一个犯人 你怀疑那个犯人就是余志心 是的 毕竟日本人 也有足够的理由抓余志心 这个顾承县 是要走错路啊 这么多年跟我争权夺利 到最后 成了日本人的狗 顾承县根本就不配做您的对手 莫林啊 这件事 你有什么看法 如果那个犯人 真的是余志心的话 书彦 咱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消息 透露给寻补房呢 告诉寻补房 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啊 这个 告诉手枪队吧 告诉手枪队 江海洋救过我的命 于情于理 我们都应该帮助手枪队 江海洋有了这桩功劳 在寻补房也就做暗门了 况且 手枪队是出了名的装杀汉奸 顾承县有麻烦喽 书彦啊 高明 海洋 班惠瑜先生 拆班莫林 今天告诉我一个消息 说余志心 可能被邱叶 藏到了顾承县那里 这个邱叶 为什么要把余志心 交给顾承县呢 我估计 邱叶觉得 日本人的监牢不牢靠 另一方面 也未必没有 考验顾承县的成分在里面 邱叶真是个老狐狸啊 对 不过我觉得 现在还是要确定一下 余志心 是不是真的在顾承县呢 没错 我们一定要注意邱叶的后手 这样吧 余志心的情况 交给我们来了解 你们做好准备 一旦消息属实了 你们再动手 那就麻烦你了 嗯 很多 吉他 昨天 你的胖子 没有 你有心事的 孟琪姐 你说 人生为什么这么无常啊 你怎么会这么问呢 到底怎么了 孟琪姐 我可以信任你吗 你说吧 我怀孕了 是北川先生 这就是我觉得最无常的地方 这个孩子 是于智欣的 于智欣 就是那个于探长 想不到吧 又美 你不是喜欢北川先生吗 怎么会和于智欣 是 我喜欢北川 可是 上天却给我安排了于智欣 那 你喜欢于智欣吗 我应该恨他吧 他多做了我的真结 可是 他毕竟是孩子的父亲 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我很想他死 却又舍不得他死 于智欣得罪了我的舅舅 他 舅舅现在要杀他 我希望他活着 我希望我肚子里的孩子 能够有个父亲 可是舅舅却说 这需要于智欣低头 为帝国效力 我不知道要怎么劝他 他认为 我说的这一切 都是谎言 好 组长 有没有于探长的消息 有了 得到情报 他应该在购物上线的手里 这个顾城仙 真是吃了饱子胆了 组长 你息怒 明摆着是日本人给他撑腰 要不然 就算借他一百个胆子 他也不敢怎么干 说说你的想法 最近日本人盯上我了 动手的话会被察觉 我希望离开巡捕房一段时间 私下处理这事 具体你打算怎么做 这需要处长的配合 您发个通告 说我去南京办案 嗯 不然可以 我去南京办案 她们的消息 我过去南京的消息 我说是南京的事 和人在追问 不 我去南京的事 神经病 不然的话 更加警戒 是 顾城仙的方法是怎么回事 什么动作 那狐狸 你怎么不轻易投降 焦点 阿昭的学科 真是 今天 顾城仙是怎么回事 疑惑是怎么回事 没办法 是的 那些人把柳子送給了柳子 查了嗎 我還沒有 他們是 探偵寒波的經驗 我似乎的敵人 增加了 看什么呢 这么着迷 没什么 怎么 跟大哥还见外 哪儿的话呀 我就是在想啊 你说这个世界上 如果有一天没有战争 该多好啊 这话可不像从你嘴里 说出来的 喜欢人家就去追嘛 人家都把定情信物 放你这儿了 你倒是拿出点勇气来呀 这是哪儿的话呀 我跟你说实话吧 是梦七落下的 不是什么定情信物 再说了 我也不能耽误人家 你也知道 咱们手枪队干的 一直是掉脑袋的事情 这指不定哪天 就倒在哪个街角角栏了 海洋 我知道你压力大 余智欣的问题不解决 大不了你就回首枪队 咱们接着真刀真枪 跟日本人干 我明白你意思 但是你想想 自打咱回上海滩之后 一直在跟日本人干 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啊 我不希望 那我别担心 大哥相信你 所有手枪队的队员 都相信你 好 江大哥 江大哥 梦七 怎么这么晚还过来 我给你倒杯茶 不用了 梦七 我打算一会儿就走 现在日本人跟踪我 我担心会麻烦你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我才不怕呢 怎么了 找我有什么事啊 这个 还你 江大哥 你是不是讨厌我 怎么会呢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还给我 我就是一个粗人 放我这儿 给你弄脏了 你是不是真讨厌我啊 没有 我发誓 那我不管 反正给你呢 你就得把它收下 第一 不许弄丢了 第二 要随身带着 我会检查的 笨蛋 你饿了吗 我去给你下碗面吃 我去给你下碗面吃 好吃吗 好吃 那你就多吃一点 嗯 对了 海洋 你觉得余智欣这个人怎么样 你问他干吗呀 我就是随便问一问 余智欣跟我自然是同事 但是没那么熟啊 听说 只是听说啊 他这个人不怎么地的 怎么和我听说的一样 看来是真的 到底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 说来话长 今天有美 有美人 就在这里了 就在这里了 谢谢黄先生 能麻烦你 让其他人先离开吗 我想单独跟你探长聊一下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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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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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又来了 别绝了 累不累啊 你身子不舒服 我去休息吧 你为什么还不能醒悟呢 我舅舅他真的会杀了你的 早就看透了 我于是心拦了一条 随便吧 你为什么就不能替孩子着想呢 你能不能换点别的坏眼啊 是 我承认我当时非常恨你 我有喜欢的人 可是 那就永远都不可能跟我在一起了 你毁了我的一切 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 你毁了我的一切 可是 当我知道我怀孕的时候 我觉得 一切都不重要了 只有孩子 你毁了我的一切 你毁了我的一切 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 他那是不得杀了你 不是 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 我操心 你么最好 你不得杀了你 我愿意 你不得杀了你 我愿意 你不得杀了你 我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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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说啊 我都说完了 还说什么呀 你都没认真听 对不起啊 算了 跟你们男人聊这样的话题 也不能怪你们走神 不过话说回来啊 尤美她真的很无辜 我知道你很日本人 但是她不一样 她是一个好姑娘 孟琪 我信你说的 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尤美她毕竟是邱爷的外甥女 所以你还是要留个心呢 我知道 那 谢谢你的面 我先走了 那你落下小心啊 好 才哥 才哥 你回来了 你看 我去你 说 你回来 过来 大哥 civ 情况怎么样 我们观察到 尤美现在多次进出顾城县家 形机可疑 这就跟孟琪反映的情况 基本对上二二了 现在可以肯定 于智心没死 就在顾城县的家里 那还等什么 还不赶紧下手 以免夜长蒙多 比级 咱们得详细安排一下 大哥说得对 还是先商量一下怎么救人 我得去趟龙先生那儿 领听他的意见 这样吧 大哥 让弟兄们准备好 随时行动 好 这里是顾重县的家 我们都打听清楚了 有二十几个护院的 十几条枪 当然这些人遇上你们 没有胜算的把握 你们所要顾忌的是 周围这几家日本人的商行 其实都是一些 挂羊头卖狗肉的 日本特务机关 你们一定要速淡速决 现在大哥商好得差不多了 手枪队也算是兵强马装 就算有日本特务围攻 就他余志心出来 我小问题不大 有些事情是好事情 但是不要小看敌人 我会通知游击队的红队长 到时候依旧是我们侧营 你们助攻 尽可能的防备 会发生的事情 那就谢谢龙先生和游击队了 不用这么客气 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您的意思是 挂羊了 你的入党申请 上级已经批复了 同意我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 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们马上就是一个战后的战友了 太好了 龙先生 那你看 我是不是要准备一些 挂羊了 我们接触时间不短了 我跟你说 我们共产党可没有那些坏习惯 我们欢迎一切有志于抗战 有志于人民共和的进步青年 加入我们 龙先生说得是 那我什么时间可以正式入党 先不急 先把余志心救出来再说 回头呢 我再给你详细地介绍一下 我们党的情况 好 好 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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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人 你们看好这儿 注意周围伤会 十分钟撤离 于智欣在哪儿 我不知道谁是于智欣 就是被顾城仙抓起来的 爸 他 他在地下酒窖 带我们走 好 走 顾先生 我敬你一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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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先生 咱们这生意还没谈完呢 车雅先生 不好啊 怎么了 有人来救于智欣 什么 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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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是谁吗 手枪队的 领头的 否则 有 怎么会有 词 败 人 是 你 你 是 快去做演 把手枪队阻止 需要的话 尤之心的杀 是 更加 阻害警察的周围 如果能阻止的话 尤之心阻害 是 顾先生 双弯无奏 请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要干什么 你不是在杀我的吗 咋看 杀你还至于这么费劲 带走 走 二哥 二哥 姜老弟 人交给我 你们赶紧撤 好 兄弟们跟我走 走 快 兄弟 谢谢 走吧 怎么样 刚得的消息 手枪队已经得手了 我们撤吧 好 撤 撤 哇 干 等 等 等 歇会儿 不行了 累死我了 还说你身体不错呀 这九四川上 我那点气力 早给掏空了 余团长 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兄弟 废话不多说了 你的救命之恩 我一只心记住了 以后有什么事 竟马开口 余团长 手枪队这次本不该救你的 之所以冒这么大风险来救你 一 是希望你 不死在日本的手里 第二 希望你能痛快前飞 以后别再和日本人合作了 大恩不言席 我余志欣的命 是你们救的 说实话 也听出我的意料 不过 您说得对 跟日本人合作 就是鱼虎毛皮 我自诩聪明过人 却没感到这一点 以后 别说跟日本人合作 老贼定让日本人 彻底管出阻戒 希望你是个爷们 说话算话 走吧 这儿班去 先回不放 你 不得了 你 不得了 你 不得了 余大长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来人 来人 署长 怎么回事啊 听见枪声没有 听懂了 赶紧带人过去看看怎么回事 是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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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急啊 去那边追 是 行员跟我来 张国探长 送他们探长到医院 快 快 送他们探长去医院 海洋 没事吧 没事 庄长 你可回来了 怎么受伤了 没什么 小伤 快快 快 快过来坐 余大长呢 他也受伤了 正在抢救 但是生病应该没有危险 那就好 那就好 好 海洋 在寻补房 你跟余探长 可是我的左绑右臂 缺一不可 以后干什么事 一定要小心 啊 啊 谢谢处长挂心 海洋一定牢记 嗯 状况是怎么办 疏开附近的奇袖 杉海洋 和余授心 成功了 二人都被冲击 杉海洋 和余授心 余授心 不明 马上去余授心 马上去余授心 马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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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歪好歪 好歪好歪 世宗探长 离急获救 又遭杀手伏击 生命垂危 好歪好歪 好歪好歪 好歪 余授心欲刺 生命垂危 也不知道老二 现在怎么样了 你怎么也不担心你哥呀 担心啥呀 那报纸啊 都没提二哥怎么着 我得相信我二哥的实力 你倒是真想得开 来 你尝尝 尝尝我嫂子做的面 可香了 来一口 我一日三餐都吃了 你瞧 说吵吵吵吵吧 我二哥准没事 你小 谁说没事啊 受了点疲惫伤 没什么大事儿交情 那边情况怎么样 不乐观 余志欣还没脱离生命危险 死了正好 这混蛋早就该死 我闹 如果让他死的话 当初何必费这么大劲去救他 余志欣不能死 至少现在不能死 只要他活着 上海这滩泥水 就能接着搅和 这对咱们是有利的 不错 余志欣恨死了日本人和顾城县 他活着 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你也算完成了 吴宗道的任务 接下来的事儿 就看天命了 是啊 看他自己能不能撑过去了 暂时先这样吧 这段时间 咱们首相队也该养精蓄锐 好好休息休息了 我又看了几家铺子 开银行的事儿 得提上日程了 那你看 别吃了 把老三带上 行 大哥 我给你一块去 我带保护你啊 别让我不放心 不用了 这回我会被加小心的 张大熙 你就作证据点 千万别给我惹娄子 我就知道我嫂子做的面好吃 几家银行的 老三 大熊 你怎么会把你抵护你 不必照着 但你怎么不忍耐了 我来说了 好 你怎么不忍耐了 但我答应了 我会被骗车 我突然感动 我被骗车 我怕车 我让你出席了 我к然死我了 我以为我离开 我根本没有振动 但是 什么是不不不 我前面 他人的名字 叔叔 可惡 阿昆奈 这是 没事 你说我看他们的封信 我知道 但是他不跟他有控制 他肯定还没有查过 他可能会被警告 他可能会被警告 他可能会刺一个你 他可能会被警告 但他可能会被警告 你去警告 你再去警告 他可能会被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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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他可能会被警告 你疑着吗 是 那你快去 是 那你 有什么情况 没什么情况 这人真是狡猾 他等着死了 快去查 是 慧阳 你是觉得 是邱野派人刺杀的余探长 没错 极有可能 余探长对邱野来说是个隐患 邱野是不允许余探长活着的 处长 我们还是得想个对策 防患于为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